跟大家先致歉一下 我们赵副总统候选人 他今天临时接到一个重要的通知 所以他今天不会出席 国民党青年购物友好康记者会 一开场侯康进办发言人柯知恩先道歉 因为迂会者一字排开 又猴没有康 很快会推出一个政策来 大家知道石破天津 大家眼睛一亮 先前赵绍康才信誓淡淡的说 要抛出石破天津政策 前一天采访通知也明确写到 赵绍康会出席 但却临时变卦 难道跟这有关 赵绍康11月底上广播自爆 年纪轻轻就买好几间房 恐怕造成年轻人相对剥夺感 也被外界解读 先逐失分防火墙 赵副总统绝对不怕知求对决 敢问敢答 今天刚好有一个临时重要的行程 赵绍康的缺席 应该就是很怕赵绍康一出现 又变成是赵子龙救阿董 其实民众可能更想了解的是 到底他20几岁的时候 到底是如何买下两栋房子 赵绍康的缺席成为媒体焦点 而绿营新北议员更点出 侯友宜抛出免头期款 驻青年购物政策 是推动居住正义 但恐怕难有说服力 因为身为新北市长 设宅新建不够积极 就连温子俊的设宅规划都不见一瞥 口口声声说要在温子郡里面 推出两千一百户的社会住宅 但是到现在这个青年社会住宅 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规划 凸显侯友宜长期只是在把青年政策当成选票工具 对此新北市府回应温子俊市地重划案 赵宅已经办理先期规划 准备统包工程招标 而侯友宜555方案引发讨论 但想抢供年轻族群支持 出了抛出的证件被检视能否落实 过去实质的政绩作为 更能看出是不是真的重视 三续黄泉博和台北测报道